朱方宇是南篮打架王,他只能打一个,而这位大哥追着三个人猛奏,篮球作为竞技体育充满了很多身体对抗,所以难免会出现一些过激的动作,而这些动作处理不好就会演变成打架事件。 虽然这并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,但是作为比赛的一部分我们必须要接受和肯定它,而在中国南篮的历史上就出现过很多次的打架事件,其中最出名的就是被球迷戏称的拳王朱方宇。 那么朱方宇真的是南篮的打架王吗?其实并非如此,在2010年的中巴热身赛上,中国南篮与巴西南篮发生集体冲突,为了替队有出气朱方宇以一套扎实的组合拳,将对方15号球员打得倒地不起,而朱方宇也因此一战成名,被很多球迷戏称为南篮打架王,而且一叫就叫开了,似乎他就是南篮公认的第一打手。 但是对于很多见过里南打架的球迷就不会这么认为,在2001年的亚洲南篮锦雕在的赛场上,中国南篮与黎巴南南篮发生冲突,当时里南由于受伤在场下休息,但是在发生冲突的一瞬间里南一声,使党员的就冲在前面,拎着刘玉洞,范斌就冲到人群中,去猛揍黎巴南队员,里南首当其冲。 面对三名黎巴嫩队员里南,一点不须一脚踹倒一个之后,撵着另外两个追着打,旁边黎巴嫩队员怕被误伤,没有一个赶上来拉架的,最后还是保安将里南控制住的。 黎巴嫩的两米一时多的中锋头顶被里南打开了,一条大口子在医院缝了二十多针,相比于朱方雨的单打独斗,里南,带伤而且一挑三还把一个大中锋打进了医院,我想打架能力,谁强谁弱,无需多言了吧。 如今里南已经是国家队主教练了,在出现冲突,估计碍于面子也无法动手了,所以对于这些瞬间大家且行且珍惜吧。 对此很多球迷都表示,说实话,不论球技论打架,南篮也高了南足几个档次,这些年南篮打架没输过谁,球场上血拼对手,打架也不出任何人,反观南足,球技不行,拳脚也不敢出,真是丢国人的颜面。